对 反正我说的就算数 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知道吗 你凭什么决定我去了 我说的话跟老板说的话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老板 这位是新来的员工吗 跟我来一趟办公室吧 汇报一下你最近的工作情况 请进 老板 好了好了 把上衣脱了看一下吧 脱衣服 脱衣服啊 咱们公司呢 非常注重员工的身体状况 这是公司发展最必要的条件 如果觉得你合适 会把你调到工程部 来不来吧 快脱 是这样 老板 老板 一定要脱啊 其实老板我平时一直在锻炼身体 而且我也定期到医院检查 身体肯定是没问题的 这个您放心 老板 裤子不能脱 老板 裤子不脱 不是 不是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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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行 不是 不是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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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怕再找东西呢 鸡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